大家想不想知道,台湾妹在泰国生活是怎样的呢? 今集泰通尼就来到这个花花世界 说两位在泰国打拼的台湾妹,一位是网红,一位是代购高手 她们会分享在泰国的生活和生活上的开支和费用 还会分享一下她们在泰国的爱情观,遇到的经历 住在泰国有没有被泰国的男生侮辱过? 女性在泰国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 再分享一下她们大家都想知道的,台湾妹对性方面的看法 听起来都像以前电视台的妇女节目一样 这么好的节目内容,大家看影片前很应该订阅我的频道 按右下角的铃铃,一出新片就收到通知了 又是这一句,真是好闷 好了,大家看影片吧 Sawwendy Club,大家好,台湾的女孩 一个就是叫做Elly,一个就是叫Stella 和一个泰国老公一起结婚的 一个就是单身的台湾女孩,你可以再介绍她 你好,我是Elly 不是Annie 我是Stella 不是Aly Alyssa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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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wady Club,大家好,今天就是一间很有花花的一间cafe 今天一个话题就是想问一下,台湾女孩来到泰国是有什么不同的生活方式 I'm dee jing jing I'm dee jing jing 在台湾一个人睡,在泰国两个人睡 在泰国两个人睡 不是啊,不是 不是啊,来啊 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而已 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都在外面生活 所以就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 以前你有没有在台湾有男朋友了? 哦,你说男朋友 有几 没有 有几 没有 老公会看 哦 就是没有 没有 但是他可以加一吗 老公吗 老公 对啊 应该是有交往的对象 但是没有到很喜欢 对,没有像喜欢老公这么喜欢 嗯,明白 讲这段话是因为老公会看吗 不是 我说真的 就是没有到那种很喜欢的那种 这是一般般的 一般般的感觉 对对对 但你说交往对象的话 我会觉得台湾的男生会比较喜欢control 嗯 那种感觉 但是泰国的男生他们 我觉得还是要看人 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泰国男生他们会比较喜欢 就是让尊重你 赞奄奄 然后你想要做什么 你跟他讲他其实就是会尊重你 你去有想法告诉他 可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女生 是不是喜欢这些男生 因为我也是 你说霸道总裁吗 霸道 因为我看见啊 泰国的女生就是去好多的地方拍照啊 好多泰国的男生都是跟他拍拍拍拍拍 对对对 然后中国的又看见都是很天荒的男生 对 是不是女生喜欢这些男生 你的意思是说泰国的男生他们习惯 喜欢帮女朋友拍照 然后提包包对吗 我跟你说 好像很体贴啊 体贴的感觉 结婚后就不是这样 应该是看人吧 而且泰国有一点母系 比较母系社会 就是他们会比较尊重女生 但是他不是女生权利至上 女生的话可能会帮忙照顾家 就是泰国人传统观念里面 其实我觉得也是 女生要照顾家里 然后女生要做家事 这是泰国传统观念 但是我的先生他们家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我们是 家事是平均的 但是如果今天在我家的话 我今天嫁给台湾人 我就是一样要做家事 就是一般的家庭主妇 但是泰国的男生在家 会不会做整个炸木啊 会 都还蛮OK的 会分摊家务就对了 在泰国其实很方便 就是你衣服可以不用自己洗 就是送给洗衣房去洗 每个礼拜去把它拿回来 就这样 其实还蛮方便的 而且又不会太贵 如果自己在家里要洗衣服的话 我先生是不会帮我洗衣服的 他会晒衣服 很烂 你跟他结婚有这个泰国的文化不同 你说结婚习俗是吗 是 这个是怎么样 结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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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老公他是中泰 华侨 但是他不是中国 他其实算是台 因为他们在这里已经 这是第几代 第三代 所以他们其实是不会说中文的 但是他们有会跟着中式的传统 对 但是现在在曼谷也有很多台经 就是很多华侨 小的脸 但他们其实都是泰国人 然后他们通常在结婚的时候 或是去有一些家里的习惯 其实跟中国的是蛮像 跟华人家庭蛮像 父母会比较严啊 然后小孩要好好念书 这一般家 结婚的话我们也是用华人的习俗去结婚的 就是像是 他会有一些仪式 像是凤茶 嗯 凤茶跟吃汤圆 来参加的人 要吃甜甜的 嗯 对要让人家开心的回去 所以要给人家一些甜甜汤什么的 这个习俗是我觉得蛮像 还有聘经啊聘礼 这个他们其实也有这个习俗的 还有要不要去他家乡 你说曼谷 住在曼谷 这不用了 老公家乡喔 你现在是有对象需要去他的家乡 遥远的 遥远的 他总是要问这个问题 遥远的远方 我们来问他 对啊 我们问你好了啦 他应该是有 他应该是有这些疑问 然后要请教你 对 因为我是前辈嘛 对啊 所以你有对象吗 你可能有那个 对象没有对象 就是我有一个香港的朋友 他在泰国跟泰国的女生结婚了 他又跟他去乍乡 然后吹这个 对对对对 他们有一个传统的习俗 对对对 很搞笑的 他们其实好像 你知道在泰国 他们有分北部 东北部跟南部 他们好像三个地方的习俗 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他们的服装也是有点像是中式的服装 所以穿旗袍吗 他们是旗袍改变 他们很酷啊 他们是外面镂空里面穿肚子 真的假的 对 因为可能天气太热 天气太热真的 然后下面穿拖鞋吗 因为下面是长裙 然后他们也会带 那跟香港的有什么差别吗 香港 香港就是 早上 然后就晚上 早上 就分开了 哦 跟泰国也有点像 早上干嘛 早上就是 家里的 然后爸爸妈妈 然后经常 然后玩一些 吃东西 然后就晚上 然后我们大概都是中式文化了 华人 华人社会应该都是这样 你为什么会到这个泰国生活了 因为在台湾腻了 台湾就是因为 我在台湾也蛮OK的 然后我纯粹就是因为 也是因为个性的关系 然后也喜欢到处跑 然后也是因为在台湾待久了 我想要换个环境去 生活 然后也可以认识一些 不同的人 对 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对 不同的人 对啊 你现在是怎样 不同的人啊 什么不同的人啊 这个意思不明白 他的意思是说 他的找的对象 可以接触到更多范围的人 对 因为我在台湾就是这样子 差不多 该认识的也差不多都该认识的 然后我又属于一个是 比较喜欢往外跑的人 然后我在台湾是比较 没有办法有那么自由 因为我是住家里 管你 是 会被管着 会被看着 这是爸爸妈妈 对对对 会被看着 然后所以我现在是 一只被放出来的鸟 哈哈哈 就体验一下那个啊 国外的生活啊 然后 虽然是有点辛苦啦 但是我觉得 我还蛮快乐的 而且认识的人 真的会真的很不一样 看世界的角度 角度 真的也不一样 每一个国家的人 他们的生活都不同啊 然后怎么样 生存啊 都是很不一样 你学他很多东西 快进步很多 真的 然后呢 你过来泰国 最想得到 是什么了 老公 得到啊 得到 得到老公 这是什么 郭富城的手势吗 不要讲这个年纪哦 这是很 很丢脸 很老的了 对不起这段在剪辣 哈哈哈 不好意思 你家我的我不懂了 哈哈哈 谁是郭富城 欸不行 郭富城一定要认识 一定要认识天王 对 OK 你说最想得到什么 就是有什么想法 我最想得 去可以得到这个老公 哦老公 欸不是啊 你说我最想得到什么 老公 老公 其实老公也是要 也是其次啊 老公算放地 我最主要是想要有自己的一个 对一个事业 生活 然后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来享受我的下半辈子 哈哈哈 对 你自己已经把 当养老 是不是 对啊 我觉得自己有一个 事业的话 那当你自己以后 年纪越来越大 就算你没有 遇到一个 对的人 或是另一半 你也可以把自己过得很好 我觉得这样是最重要的 你没有遇到另外一半 那也无所谓啊 那假设有遇到另外一半 那也不错 就是有一个 有两个人 就是互相照顾 那又或许你 你有个家庭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但是都我觉得 可遇不可求 就是要看好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女生最怕什么吗 什么 嫁错郎 对 男生也怕想错 男生你就可以走了 欸我们女生很怕嫁错郎 你知道吗 你知道那个泰国桥下在那边 口袋 那个 这个是什么 口袋 就是 膝盖 欸你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吗 还在怀孕的时候就被抛弃了 泰国好多 就是问一下台湾跟泰国吃的东西有什么差别 哦 像台湾的话 其实我们的饮食比较偏 有点像日本 我们吃的比较清淡 然后讲究食物的原味 但是在泰国这边会比较喜欢重口味 但这边的顶三好吃吗 对香港人来说 不好吃 顶三是什么 顶三是什么 顶三啊 顶三 今天我上午啊 在BTS下来啊 嗯 有一个点身啊 我吃的不好吃的 哈哈哈 很失望啊 因为泰国很多 但是做的不好 嗯 而且都很甜 我是很甜 我是没有很follow 点身就是不同中国还是香港 不同这个味道 莲蓉包 莲蓉包 奶黄包 奶黄包 那个不是香港人 老出来的这个 奶黄包 流沙包 黄金流沙包 很好吃 哈哈哈 这里的吗 这里有的 但是不是太好吃 但是OK吧 因为我觉得很难失败啊 也OK 吃到那个更好吃的 对 在香港 讲到我都饿了 为什么要吃哦 对啊 哈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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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对啊 我们问他 我问你们啊 你们刚刚来的时候 这个语言有什么难度了 因为我会讲英文 所以我觉得在曼谷 尤其是就是商场里面 其实他们的销售员会讲英文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泰国的年轻人对于讲英文这件事情 或是对外国人讲英文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害怕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因为我嫁到这边 我的老公的家人全部是泰国人 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要走入他们生活 我必须要学泰文 嗯 所以我有去学校学泰文 嗯 就是你了 哈哈哈 你怎么样 就是我突然还 Q到我了 啊 该醒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是本身就想计划来这里学泰文 嗯 对 然后我是本身对语言就有兴趣 然后 就算我是觉得我自己 就算不会讲当地的语言 我去外面 对我来讲也没有 也不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本身就是会一个 body language 嗯 就是不会讲也配一下那个 身体语言 你假设要去买东西干嘛 你要买什么 不会讲 假设你要买鸡肉 那你走到肉摊前面 然后你不会讲鸡肉 那你就这样 哈哈哈 如果 我觉得人是怎么会愚蠢的这样 你知道我都用Google图片啊 不是啊 因为有时候你这样子会有一种 乐趣穿上 哦对 如果你没有手机啦 就是想买一个 比文 这个用啊 用啊 这个用啊 那我会比 哈哈哈 这个用啊 很压 哦哦哦哦 被蚊子感 被蚊子叮你 你又买这个东西茶了 怎么样说 那我就给他看啊 你不懂说的 嗯 是这样吗 嗯 嗯 然后因为我也会英文的嘛 但是你 她不知道是什么咬你的 crew 没有 这边就差不多了 什么 不太会有 emoji 蜜蜂吗 哈哈哈 蜜蜂啊 蓝蜂的那个症状 看起来X2 应该就差不多 欸 这是蚊子咬的 嗯 但是你蚊子占不要抱架 怎么样给他看 哈哈哈 是啊 我只好犧牲一點 我喜歡看你犧牲 不行 不是啊 如果是你咧 差一點被你陷害了 如果是在屁股這邊呢 就是屁股了 你真的很犧牲耶 沒有想到旁邊的人看到你們是什麼樣的心得嗎 對啊 怎麼會這樣 我想說 好險我不是他們的朋友 好險我不認識 單身耶 還沒嫁耶 因為你就是一直在那裡 所以 你完全沒有對象 我莎拉堅決地被他陷害了耶 是不是 對啊 完全沒有淑女形象 剪掉剪掉 還有你的老公是泰國人嗎 他要不要住這個和尚 每個泰國人應該都要去 當兵還有這個和尚 一個月是嗎 對 和尚好像不是每個人都要 有那個啊 有什麼 這個 這個 壓兜 壓兜 這個有啊 有啊 一定有的 你們在香港會習慣 有這個嗎 壓兜 香港 其實沒有這個 但是我在泰國精神 有這個在新的 然後你想睡覺的時候 吃一兩口就好 是 像在泰國 如果你精神不好 你可以壓兜 那在香港都是做什麼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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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需要幫忙嗎 不用 香港吃這個香口醬 口香糖 口香糖 台灣也是吃口香糖 檳榔 對 衛生 金 檳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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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什麼 他的點很奇妙 對啊 他一直在想那個 冰涼的那個衛生機 因為是 一直想要做生意 因為他一直要提供一包給我 好啦好啦就來啦 為什麼這麼好笑 就看Annie的影片 哈囉 Elie 我問你好了啦 好的 你會想要娶泰國女生嗎 就是沒有什麼國家分別 就是有愛啊 有真心啊 我覺得就是這樣 那你為什麼會來泰國 你為什麼會來泰國 對我想要問這個 為什麼你一開始會選擇泰國 因為以前我過來旅遊 旅遊的時候都是很喜歡這個地方 但一次過來就喜歡了 然後就不停過來這邊旅遊啊 去玩啊 去好多地方啊 然後就想怎麼樣未來可以定居在這裡 所以就有一天有一個決定 就過來這邊生活 有一天有一個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你必須要娶泰國老婆 然後比較快可以在這裡定居 變成一清千整 你就可以不用 其實我沒有想過 一定要娶一個泰國的老婆 你什麼時間遇到自己最喜歡的人 就是這個 沒有想過泰國老婆 那你也可以嫁給泰國老公 這樣到台灣結婚 嫁給泰國老婆 就是女生嫁給泰國人 你嫁給那個老公 我喜歡女生 為什麼要嫁給老婆 他喜歡女生 原來是這樣喔 那你來泰國之前啊 你以為現在當youtuber嗎 那你之前在幹嘛 之前在香港騎馬了 蛤?騎馬? 騎馬了 我有看到你的facebook 我一直想要問這個 你說賽馬那個騎馬 這是賽馬的 那你都騎母馬嗎 母馬也可以 什麼叫母馬 你不要一直開黃腔啊 沒有 剪片會很難剪 你剪呢 不會剪 他聽不懂 他怎麼剪掉 他聽不懂 母馬的意思就是 你都是跟女生 sack 母馬是不是 母女生的母 母 母親的母 母親的母 母馬 應該是說馬是女生的馬 我們香港說這個胭脂馬 哦 胭脂馬 對 胭脂馬 就是跟女生sex這個 哦 所以不同 那從來 所以你都騎胭脂馬嗎 不是啦 我是比賽了 比賽騎馬 不是胭脂馬 比賽騎馬喔 比賽騎 是真的這個馬的 是真的假的 所以你們是香港人很會賽嘛 對不對 很喜歡賭馬 我不喜歡賭馬 就是這個都是工作的 都是比賽 都是 都想拿這個第一名 嗯 覺得很有前功感 那你壓力會不會很大 因為假設那匹馬沒有跑贏 然後害很多人輸錢 很大 很大吧 那之後為什麼不騎了 因為受香了 然後就養香的期間 受傷喔 是啊 我以為馬跟人家跑了 我剛剛聽成收山 聽成收山 我以為像黑道一樣 你要收山 收山 收香 收香 對嘛 受傷 哪裡受傷 腳啊 腳喔 你摔馬 馬被摔還是你被摔 我被摔 所以那隻馬還好好的嗎 其實做這個工作 經常有摔馬的事情 哦 是 哦真的喔 我知道之前林志玲去騎馬 他也摔馬 對啊 還有劉德華也是 哦劉德華也是 這個廣告 都是動物都是 有獸性的 是 他喜歡怎麼樣就隨時會住 嗯 所以你之後養傷 什麼養傷 養傷 啊養傷 然後再住這個工作很久了 哦 因為我很喜歡泰國 嗯 就是想很多方法 很多想過來做的事情 然後慢慢就過來 因為覺得泰國也很有這個 嗯 嗯 其實還有看見他們 摘焉焉很開心 所以他喜歡 可以快一點嗎 不要再摘焉焉了 對啊 去銀行辦事有沒有 都來不及了 只要在泰國想要辦事啊 你就要有心理準備 所以就是那天就會 哇 很有內心 今天好多謝 請到兩個台灣的美女 過來做我的Youtube嘉賓 對了 送花給他們呢 多謝 不是不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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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住呢 要follow我的Youtube 還有Anne的Youtube 還有StellaLive的直播 好今集說到那麼多 下次再聊 KAPBUNKAP KAPBUNKAP KAPBUNKAP